第九周期中考 我这个说明还是把那个放在那个YouTube 然后呢要下载两个档案 一个是程式码计算国库券价格 这边写得很清楚 第二个呢是要制作流程图 那我们先去讲这个程式码 那个在这个我是放在脸书 那脸书的话呢 到了这边的话就在讨论区 从这边看到 就要注意是10月21号下午8点08分的程式码 是这一个不要抠错 那你就是从画面上就可以 正常的话就是这样子 从那个Squip 然后一直到这个Compute 然后按右键复制 复制完的话呢 就是到部落格来 按那个新文章 记住话是新文章 然后标题的话就写第九周 第九周 那我们主题就是要流程 流程图 还有运 那个影片 有影片制作 那要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呢程式码就把程式码扣上了 程式码记住是要在HTML 就是说这边干嘛要有1234567标列 然后呢直接贴上 以纯文字贴上直接贴上 然后呢你贴上来的话呢 你要核对一下 就要注意会到多少到第22号 然后呢就按那个发布 好确认 发布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检视 在这边按检视 这边就是按检视 按查看 按查看的话呢 我们就先来试试看 这一次的话呢 跟上课不一样 就是我们没有输入那个面额 我们直接面额就是设定固定的 约1万元 那比如说这个91号 然后那个输入利率是1% 然后制作国库券价格 算出来的话就是9975 那如果说他利率越高的话 价格就会越低 那我们就是那个1 那现在的问题在这边 我们假设我们就是不允许 贴线率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譬如说如果说是负的话 你算出来价格就会超过那个1万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有这个机能 就是说你贴线率不能是负的 负的话呢 就是骂你 不要出现价格而骂你猪头 那所以呢 这个没有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放在哪里 我就放在那个powerpoint 制作一个powerpoint 所以解释 所以你直接就按下载 下载 然后呢 打开这个powerpoint 那我们就把它就是储存 我储存在下载 然后存打 然后把你的powerpoint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然后回到原来的部落格 然后继续打开来 就继续这个编辑 然后把powerpoint打开来 powerpoint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powerpoint放写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powerpoint的指令 然后来修改我们的程式 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输入折线率 有没有这input 在第几行这input input在下面这一行 有没有看到这个input 折线率 那我们把视窗缩小一点 方便大家比照 等一下你们改成是一样 像这个这个是input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问题就在这个输入 这个discount 有没有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问题就是我们要计算 要计算 计算之前 我们要先做判断这个discount 是不是干嘛 小于0 所以你直接就是干嘛 复制 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它是在这边 然后呢可以直接贴上 纯文字贴上 不要保险的话 还是要纯文字贴上 然后呢 那个如果说是不是小于0 如果是的话 那你就要输出文字 猪草 那这边呢 这个叫做判断式 我要讲一下判断式 那如果说不是的话 就else else就是其他状况 else其他状况 其他状况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是大于等于0的时候 我们才来 那个做计算 做计算 所以我们刚刚有把 刚刚的那个计算的程式码 在这边 对不对 把它呢 减下 减下 然后贴在这边 贴在这边 然后那这个时候 在这个就是程式的 那个结束 结束 然后那给它排列整齐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 那个你的折现率小于0的时候 那那我们就是说输出 就是说有没有 也不用算了 不用算 直接呢 就在这边写什么东西 直接就是 因为我 这个你也可以直接就在这边扣 就是输出什么东西 就这边看一下 这边就是少了一步 我不要做计算 我直接跟他讲说 你是那个猪头 所以这边那个价格 对不对 用猪头取代 猪头 你的那个贴 就是贴线率小于0 然后呢 也是打一个净摊号 好净摊号 那你也可以 好就这样 好来 我们先来这个 知情看看 好知情看看 所以呢 按这个 好 按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来 那个重新读取 好 所以呢 来我们现在那个 假设贴线率是负1 好负3 好计算一下 哎果然有没有 有猪头贴线率小于0 好 那如果说你是正的话 正的话 比如说如果说是0 好 他还是一样可以算出价格 这个也是价格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顺便来介绍一下 让他变粗体 好变粗体 变粗体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我的输出已经设好了 所以我是要输出什么东西 html 命令 所以我直接就可以看吗 好 加用html 命令 就是这个好 B 跟他讲说 那个 哎 这边是粗体 所以就是结束 好 好 那我们就是一样 储存起来 然后重新读取 重新读取 如果说贴线率 是负的 有没有 这一次就是干嘛 变成是粗体 好 那接下来下一个步骤 这个就做完了 这个做完 下一个步骤就是比较要花时间的 同学直接坐在这边 我们要把你这个做成 那个 powerpoint 做成影片 有时间的话 同学就是说把它修一修 修一修 修得漂亮一点 修得漂亮一点的话 就是你按那个图形格式 好像图形格式 这个是大小还有位置 像这个位置有没有 位置在这边 譬如说我现在距离水平的位置 就是假设一律是一公分 好一公分 那这个呢 距离水平的位置 也是给它调成是一公分 距离水平的位置也是 像这个是1.76 可以改成那个 好一公分 有时间就就就就做 如果说时间不够就算了 这个分数影响不多 当然反正就是会影响 好 这边这个是yes 对不对 yes的话就是说 判断是如果是yes yes就是说的确小于0的 的时候那我就执行过来 就是猪头 所以这边是no no的话 一样给它写一下 就是这边 然后那个Ctrl-C 就是复制 复制 然后呢 Ctrl-B 然后在这边 这边的话是no 所以给它改成是no 那因为那个学校的电脑 你不能那个录制声音 所以我们就在 所以你们放出来的影片 可能就会没声音 所以那接下来就是要给它做动画 每一个都给它做动画 那你先那个给它全选 Ctrl-A Ctrl-A 全选 全选之后我的要的动画 全部都是 像我很喜欢使用放大旋转 就这样子 就我再播放一次 就是动画 就这样你放同影片的时候 按一下全部就一起出来 那我这一次不要这样子一起出来 我希望说它有那个时间 时间 那所以而且那个是不是随 不是随着前画面 好了 这第一个是随着前画面 然后呢 第二个开始是那个 第二个开始 一样就是不是随着前画面 而是那个接续前画面 接续前画面 我给它那个 好了就是这样 就是给它改成 就是接续前画面 时间的话呢 全部就是那个1.5秒好了 那为了要控制这个呢 那你就把那个动画 动画 然后把动画窗格叫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是那个 这门课就还是要叫 在动画窗格 然后我们这边 这边有个箭头来 你们会看到往下 是什么 往下是什么 往下是什么 就是那个 来先看一下 这个流程图是这一个 这个我刚刚不小心按错了 所以它是第一个 往回去 第一个 是 不是随着前动画 是那个 也可以了 随着前动画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 我们是要那个 箭头 假设我们箭头 箭头呢 是要往上 箭头我们是第二个 就接续前动画 没错 一分 那个 25秒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一个的话 在这边 一分 全部改成 1分25秒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 这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 要往上一点 这个箭头是 那个 在这边 这个箭头是 1分25秒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个 判断式 判断式 没错 判断式 完之后呢 然后呢 就是看一下 就是 用先用这一个好了 就是 no no 这个no的话呢 是我们要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 我们要看到这个no no的话呢 我们要跟那个单 这一条线 在一起 就有没有这一条线 那这一条线呢 是要摆在这一条线 他说这条线呢 也是要跟这个no 摆在一起 所以那个我们就是这个no 也是往上踢 那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要一起出现 要一起出现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no 变成不是随着前动 随着前动化 对 这个是随着前动化 可是这个箭头的话呢 是接续前动化 那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要做完什么东西 就是预览一下 有没有跟着一点无妙 然后就像这个 因为我前面no的都是干嘛 后面就全部一起拿 所以我们后面要改的 就是改着这个 改着这边 下一步的话就是文字方块16 是不是这个文字方块16 没错 文字方块16 就是这个程序 那我们就是往上 往上 文字方块16 不是往上 往上是可以的 就是接续前动化 也是先去前动化 接续前动化 然后是隔了那个一点 还是一样一点 然后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示範完之后 我们就是做这个 YES YES 就确定一下 这是 YES 坦白说做这个 会有点 那个 烦 所以你随时都要去 看一下你有没有做对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一个箭头 就这一个箭头 这一个箭头 这一个箭头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呢 也要往上 这个上是这个是跟那个YES YES 同时出现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先一样也来预览列印 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那这是第三步 出现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好 那出现这做到这边都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边YES 刚刚跟他同时出现 我们不要同时出现 我们是怎样 也是接续前动画 1.5 然后呢 再看一个 这个 也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呢 也是要接续前动画 是跟那个 这三个东西是要一起出现 就是有没有 那这一个 这一个 18 这个18 还有这一个呢 也是一起出现 就是说这三个一起出现 出现完之后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 所以我们给他那个往上 好 啊 那个是应该是在 好 往上 往上 没错 等一下 是 再往下 对 往下 往下 那这个呢 也是干嘛 就是接续前动画 所以是 那个1.25 1.5 好 对1.5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 那个 全部 全部一起来 所以这个呢 也是 接续前动画 好 那我们先来试试看 播播看 来 就是输入number 然后箭头 然后这一个 箭头 然后决策数 然后呢 这个node 先讲 node先讲之后 然后讲yes 这样子 然后剩下的呢 要全部一起来结束 好 这样子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看嘛 把这个另存心档 变成是那个 变那个是影片 另存心档是影片 然后上传 放在那个 上传 直接就是给它按储存 好 储存 在存 正在存 那存的话 那个大概会应该要十秒钟左右 存完之后呢 同学所有人到YouTube去 到YouTube去 去那个上传影片 上传影片 好 然后呢 去找影片 你刚刚影片放在哪里 我刚刚是放在下载 要下载 在这边 然后就上传影片 上传影片 这影片当然就会没有声音了 那你就是写上自己的名字 留 留任昌 程式设计 其中考 然后那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根据老师 根据老师 那个把那个 我的那个 刚刚那个放影片的 那个 程式设计 程式设计 060 060制作 制作 好 制作 然后呢 就给它下一步 然后呢 又给它那个发布 可是这边 最重要要注意一下 就是佛 那看你有没有清单 没清单的话 你就直接就是完成 那我呢 我习惯就是放的 我放了很多目录 习惯是放在这个目录下 然后你接下来就是按下一步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那公开 让我可以阅读 然后就发布 直接就发布了 然后这个就关闭了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干嘛 把它复制 复制这个影片 布置完 布置完 布置完那个就是回到原来的部落格 你在那边制作 制作 然后那个刚刚有没有 你不是抠到第29 29吗 刚刚呢 把这个 签入 签入 签入的话呢 然后顺便给它一个说明 然后呢 你可以直接直接 直接 这这一段可以不用打 然后 那个 然后呢 也给它一个ID ID也可以 ID就是 叫VIDEO VIDEO 然后那个 接一 片说明 好 这时候更新 就发布了 好 这样子期中考作业 好就完成 那个 前面的部分60分 后面的部分呢 40分 那如果说你在期中考周没做好的话 期中考后也可以做 期中考后你自己来做 要把它做完 每个人都要做完 那分数呢 还是会给你那个 只要做好还是会给你80分 好 如果说在那个 期中考这一周就做好的话 你们期中考分数就是99 好 对不起是90 如果有协助同学的话呢 我就给你99 像这个就这样 好 就是说 你不但呢 可以干嘛 计算价格 然后呢 你还有干嘛 还有解说 像这边来 你再放一下 这解说 刚刚的就全部都出来 你也可以放大 然后这样子就 感觉就是 同学要干嘛 感觉就是文武全才 我不但会程式设计 而且呢 我还会交别人 做程式设计 好 这样子就做完了 大家要很有成就感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复制 譬如说 我刚刚还有讲一个ID ID的目的 是为了要直接跳到那个 跳到哪一个点 我刚刚不是有个ID叫video 这样子我就会直接跳到video 好 那我也顺便给它就是分享 分享 分享过去 好 就是那个直接分享到那个 好 点出去 好 那先把我就把线上面我就直接就写了 好 那个 好 先那个召集 擔心其中考的同学 可以先练习 好 这是题目 然后那个 那个 成 好 网页 的部分 是60分 好 然后呢 影片的部分 就是40分 好 就是 好 那个 唯一的要求 好 是 唯一 好 的 要求 是 好 在老师 好 眼前 好 确实 制作过一次 好 好 这样子就结束了 把 放到 那个 点出去 好 那这样就结束了 这叫做集中卡